世界焦點財經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尚豪Howard健 現在在台北地下街中山地下街的成品書店 前跟大家來報導 世界焦點財經市場非常健康穩健的 等候11月6號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所以非常的不穩定的波動 必須做中長期的投資 如果我今天要來跟你談談 有關於一家公司在上禮拜公告營運 就是Tesla Tesla公告營運比預期的好 因而連續漲了兩天 但是這家公司year-to-date才漲4% 等於有一點過去一年打一條橫線 必須做中長期的投資 主播我今天就來跟你談談Tesla公告營運 營運打開的內容 第一個 營運比預期的好並不是它營運非常的好 而是原本這家公司過去三季都沒有生產 過於合乎市場預期的數量車輛 因而股票一直下滑 第二的反差 中國內地的競爭實在太大 因而在債額三不降價 主要是中國市場的需求降低 因而Tesla在中國地區 他的英語並不盡理想第三個觀察 Tesla主席或者是CEO President Elon Musk 他忙於做各種政治的活動 讓市場非常擔心他的注意力專注 不帶Tesla 總而言之 這家公司必須持續的deliver 他的身材還有他的英語 不然這家公司一直拉一條線 非常令人擔心智慧人的話語 那就是你在事為人 必須憑著信心 不是憑著眼見 願上帝祝福你中長期的投資 HourChain城上 周一在台北中山地下街的成品書局節 跟大家來報導世界焦點神經 我們下期見